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開始立刻進行我們今天第一場的議程 我相信在座很多大家都是網站開發人員 在網站的資訊安全越來越重要的今天 你如何去保護你的網站不被入侵 或是說你的資料庫的資料不要被竊取呢 所以你要去了解駭客的心理還有他的技術 去了解你的網站程式有哪些漏洞 這些都是你在網站開發的時候必須熟知的課題 因此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在資安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兩位講師 一個是Alan 請大家鼓掌 還有Orange 在我們左手邊Orange 好 那他們今天呢 的主題就是 矛盾大會決 那就是 能入侵任何網站的 駭客跟絕對不會被入侵的網站 那當然我們會有一個 矛盾大會決最重要的儀式 就是交換名片 我準備一下名片 這樣子 那我正好趁著時間來講幾句話 那今天的演出呢 完全是真實的演出喔 所以聽說有人在外面嚇住我 記得如果有專案的話記得分我一點 好 我們來交換一下名片吧 謝謝 來 請Alan跟Orange 好 請大家鼓掌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Alan跟Orange 請他們為我們帶來今天精彩的議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新任何網站的駭客 哇 這個聽起來是蠻嗆的喔 等一下就知道了 那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吧 好 那我叫溫浩正 那大家都 大家都叫我Alan 那我目前是經營一家公司叫Deafcore 那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資安問題啊 包括網站如果被打了 或者說 這個 需要一些顧問 那都可以來找我們 那同時我也辦台灣駭客年會 那我們在每年的七月 七月底這樣子 那 這邊是我的簡歷 那在 大家好我是Orange 那我本身是專精於駭客攻擊手法 以及一些Web網路上的一些弱點研究 那這邊是我的一些簡歷 那 我本身是TrainRooter的Member 然後我也是在 那個Deafcore工作 所以對面那個是我老闆 所以今天這場演講 還有不知道該怎麼進行下去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我的部落格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說我 絕對可以入侵你的網站的 我是覺得你覺得沒辦法入侵我的網站啊 好 那就來試試看囉 那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的網站長什麼樣子喔 基本上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東西喔 那叫做 PHPConf的新聞系統 那 而且呢 它這邊的網 的網址在這邊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喔 這網址叫做 You shall not hack than me 你在嗆我嗎 意思就是 你沒辦法入侵我的網站 等一下就知道了 那這網站有些功能 新聞系統嘛對不對 想必點進去就會有新聞嗎 好 對不對 有很多新聞 然後有很多功能 然後呢 看看你有什麼辦法 入侵我的網站嗎 好 那就來試試看 就交給你囉 出招吧 那個網址可以再給我一次嗎 就真的是沒有setting好的這樣子 You shall not hack than me 需要拼給你聽嗎 YOU- 賬號 SH A22 要帳密耶 帳密喔 帳號就是我的ID 密碼就是兩個你的ID 欸打錯了 很慢耶 喔 怎麼看起來又有點破的感覺 欸 PHPConf也有手機APP 那個單以後應該會出錯吧 這個應該有什麼誤會才對吧 所以通常看到這個就代表說有seql injection 那有seql injection最終的目的應該是可以改首頁的 那在改首頁之前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全線或是你的張繞密碼是有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好嗎 所以你現在是在用眾議院的網路在打我的電腦嗎 所以看到這個root應該你跑的是最高權限 所以我應該有辦法去改你的首頁 我可以現在開始否認說這個網站不是我做的嗎 可以 那我先把你的帳號密碼調出來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你的帳號 哦你是用A的密碼嗎 下面應該就是你的密碼 可是通常這組密碼不會是原始的密碼 應該看起來就是md5加密 就是駭客只要看到32個位員的數字 就會把他想什麼是md5 那通常駭客遇到md5 會把他丟到一個網站叫做cmd5 這個東西丟上去應該就可以把你的密碼給破出來 因為這邊蒐集了幾兆的md5 hash 然後丟上去控告你 應該馬上就出來了 欸一開始就那麼兇好像不太好欸 看一下就知道了嗎 有點慢 網路有點慢 欸要付費欸 那個那個不用擔心 我有買我有買 所以點一下購買 這個是駭客經濟啊 怎麼是ORANGE NOGG啊 你的字好想我看不見啦 你是不是在作弊啊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我看你也不過如此罷了 I'm waiting for you 是不是有人連三個W都會評錯我的 對不起 好 剛剛也是不出發 所以說現在我真的是這個 先進去往上的同課 那先說就可以下一個人 評說我們要下支影片 就可以看出他一個同課 我們可以下支影片 評說LVS 我們要再來比較不少 可以再往下一點 不知道現在我的賠率多少 應該直直落吧 好 非常可以下午 下午的時候 我昨天應該被改掉 我可以改掉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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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 沒問題 說說看這樣是怎麼的狀況 這個 沒關係 我也要驗證一下嘛 好不好 欸 真的 真的被改掉 沒關係啦 因為一開始而已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 那你要不要簡單的解說一下 你剛剛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啊 欸 對齁 Sequel Injection 那Sequel Injection 是目前到現在 網站還是非常容易 遇到的一個資安問題 就是不管這個 這個攻擊手法 出現了十幾年 到現在還是會出現 那其實很簡單的狀況 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就是你在一個ID 後面加上一個單引號 那這個單引號 可能會被帶入到那個 程式所寫的Sequel Sentence上面 它就會造成網站出錯 像是剛才的這種狀況 所以你以後看到網站的時候 你如果加個單引號 還是不要亂try好了 小心被抓這樣子 然後又看到一個單引號 如果它出現這樣子 You have a L in your Sequel Sentence 這樣高達八成的狀況 就有Sequel Injection 那如果Sequel Injection 全線夠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寫後門改首頁的 那利用這種方式 你可以寫一個 簡單的那個PHP目碼後門 到它的網站首頁下面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透過這個網站 網站的那個後門 來對它的那個伺服器進行操作 所以說我剛才簡單的就是用這個方法 寫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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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A.PHP 寫到它的網站目錄裡面去 那我再透過這個 點A.PHP 像是我要下 LOS的指令 看它的首頁裡面有什麼目錄 或是我直接去 一個 我的那個 首頁 到它的 到它的首頁去 把它的首頁給改掉 那這樣子 像是 可以直接執行指令 好 那接下來像剛剛 我一開始如何 調出它的帳號密碼的 我可以透過Union 來做到這樣子的行為 Union 是把前後兩個 查詢給 結合起來 所以說像是 一開始原本的功能是 ID等於1 那 你東西1下去 它的那個 SQL sentence 就會變成 從news這個東西 調出 ID等於1的這個東西 那我可以去用 Union這個方法 把 前後兩個結果 合併 所以說前面一個news 然後後面會合併出 123這個東西 那 呃 所以說前面是news 後面是123 那我可以再把 前面的那個news 的那個 result給變成4 所以說當 這樣子的時候 網站就會變成123 所以這個2其實就是 網站原本的title這個東西 3就是網站原本 content的這個colons 那所以說我可以利用Union 來洩漏一些敏感 敏感資訊 例如說剛剛的2 是title的地方 那我可以把這個title的地方 換成對方資料庫的使用者 例如說user 那我可以把3的這個地方 換成對方的那個資料庫名稱 所以說出來的結果 就會變成像是這個樣子 root at localhost 代表說它的網站跟 它的database 是放在同一台機器上 然後它的database 又是用root的方式來跑 那我也可以用剛才的方法 把帳號密碼 把它print在網頁上面 所以出來的結果 就像是admin 或是 呃 出來的結果就是它的帳號 以及它的密碼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seql injunction 很簡單的一個攻擊的概念 那 你寫的網站還存在seql injunction 你是不是該撞牆啊 其實大家也知道這是戲劇效果對不對 一開始先讓你有一點發揮的餘地嘛 謝謝謝謝 那那那那 請你現在看一下網站應該已經修好了喔 真的嗎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啊 欸好快喔 因為很多人呢 網站被害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什麼 把網站換回來嘛對不對 換回來之後呢 就沒事了 但是其實這是錯誤示範嘛 就好像說我都常舉個例子來說 很多人呢 網站被害了 然後把網站換回來就沒事 但是你要想一下 如果今天呢 你就假如說你的網站就是你家一樣 你家裡面 突然間你早上起床發現 客廳中間多了一張椅子 上面寫的是別人的名字 那你會怎麼做 把網站修好就是 把網站恢復就是 你把那個椅子 往窗外丟就當沒事了 可是實際上你要看一下 那個椅子是從哪邊來的對不對 到底是誰放進去的 怎麼放進去的 所以說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修一下嘛對不對 要給年輕人一點發揮的空間嘛對不對 修快一點好嗎 等很久耶 廢話那麼多 有人這樣嗆老闆的嗎 好 簡單來說呢 大家剛剛都聽到了 SQL Injection對不對 那很簡單嘛 因為呢 在這邊的話 SQL Injection就像是在你的 SQL語句後面 加上一些東西而已嘛 對不對 那要擋是不是很簡單 好 這是個學問啦 我們循序漸進嘛 好不好 怎麼擋呢 很直觀 把空白去掉嘛 大家都很喜歡對不對 那如果說把空白去掉的話 是不是 在後面 ID等於-1 然後後面的空白就不能用了 那是不是就很安全 是不是很安全 你說 等一下就知道了 那我們就 改啦 我們就拿大家最愛用的 STR Replace嘛對不對 這是幼幼般的做法 對不對 我們把它帶換掉 把空白換成空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犧牲攝像 這是現場改扣嗎 對對對 剛剛在你那個 一邊在廢話的時候 我已經把它寫上去了 所以改錯的話 等一下應該會蠻好笑的齁 應該是 我先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你也怕改錯喔 早上沒睡飽 總是會有 會有些意外發生嗎 嘿 好你可以 你可以來試試看 真的有那麼快嗎 好 我再另外講一下 像剛剛說 像剛剛我被嗆對不對 說資料庫是不是 權限太大了 沒錯 就是給你一個考驗嘛 像你老師 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專業聽這樣子 網站跟資料庫 必須要分開喔 這是一個從去年一直講 講到今年 大家都還是一樣沒做好的 你今天如果說一個網站呢 他的資料庫 跟網站放在同一台 今天是不是說你的 資料庫被入侵的時候 網站一樣跟著會被淪陷嗎 像剛剛是不是被寫一個 webshell 網頁型的木碼 那就是因為網站跟資料庫 在同一台 所以說呢 當資料庫被入侵之後 可以寫一個木碼 到網頁上 進而呢把兩台都控制住了 再來就是說呢 使用者的權限 必須要降低喔 像root的話 它是太大了 那我們是要把它降低一點 比較安全 或者說使用者 沒有file的權限 不要用的話 就直接把它拿掉 好 換你啦 廢話那麼多講完美啊 所以接下來要換我攻擊了嗎 是 好啊 那我們再把 剛才的攻擊語句 就是剛才一開始 寫屑油那個東西 貼上去看可不可以成功 如果你沒改的話 應該是可以成功啦 我看一下一下 應該沒有再打錯了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你很嗆欸 喔 其實礦白資源很好繞啊 馬上繞給你看 馬上繞給你看 我把空白資源取代掉了 現在寫到別的地方去 我寫到一個叫點C點PHP 看可不可以成功 好像又是成功的狀況 你以為你上面打了一些亂碼 我就會相信你嘛 所以上面完全是沒有空白出現的 空白有屁用啊 我可以一邊把你的答案砍掉嗎 不行 欸 我寫錯了 好啦好啦好啦 再一次 改掉了改掉了改掉了 讓我 讓你說說看這是怎麼回事 讓我確認一下 喔這個 應該是有什麼誤會啦 啊不是很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一樣要來嘛對不對 就好像說 去玩遊戲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打小魔王 再打中魔王 再打大魔王嘛 所以我是小魔王嗎 欸啊 是剛剛那個過濾是小魔王 是是是是 那現在沒關係嘛 空白沒有用的話 那我們 簡單嘛 你是不是一定要用單引號 先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抱歉我剛剛忘記講 那個繞過空白資源的檢查 其實在那個 這個 這個是利用到一個 my sequel解釋語法的寬鬆特性 my sequel在 passing 那個sequel sentence 的時候 其實沒有做得很嚴謹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把 例如說原本的是 com by union com by selector 123這個東西 其實只要你有做一個分隔的狀況 那個分隔不管是什麼 其實大部分的狀況都是可以的 所以有人找出了 用註解符號 來 來取代到那個空格 然後有人找出了用那個 pah09 pah09 可能大家看以為是亂碼 其實它就是tab的 tab的那個asci2字元 那pah0d也是那個 換行的那個asci2字元 所以可以用這些東西 來 來繞過空白的這個過濾 那還有一個比較好玩的是 你可以用quah 因為my sequel 只要 my sequel只要是有分 只要是有分隔的東西 它預設就 預設就覺得它是ok的 所以 所以說你可以用quah 來把那個 空白的資源給代替過去 所以說用這三個方法 其實可以很簡單的繞過空白 所以遇到sequel injunction 如果只使用空白的話 是一定會被打進去的 你說對不對啊 Alan Ong 好 那就 剛剛他在講解的時候呢 那我就想到一個新招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在語句後面呢 像你剛剛是不是有撈帳號密碼 那是不是 一定要單引號 然後呢 那我們是大家都很直觀對不對 今天駭客怎麼做 我們就把它 代換一下 你一定要單引號 那我就把單引號去掉 是不是就可以 擋掉你的攻擊了呢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那一樣用大家最喜歡的好不好 STR replace 這個絕對沒有再酸人的意思 曾經進到有些網站 他們寫滿滿的STR replace 然後呢是擋各種攻擊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 原因重現一下好不好 那一樣嘛對不對 剛剛說這個 單引號對不對 嘿 你可以再試試看啊 好 我試試看 那我現在就先不demo 我現在先不demo 直接講怎麼繞過單引號 你也料到我會攻擊你 其實單引號被過濾了怎麼辦 其實還是可以進行seql ingestion 的 例如說我下面有給個例子 select foo 其實等價於select 66 6f6f 其實666f6f 就是foo的ASCII2代碼 那這也是那個 myseql在解釋那個 比較寬鬆的特性 所以說像是原本的那個 unionselect username跟password 最後你要用那個 where username like 本來是要接一個單引號 去做一個模糊查詢 那這個地方其實 其實是可以不用單引號 用 那個 16進位的東西 來把它帶過的 所以說我們來demo一下 剛剛的那個東西 是 是 史上第一次在數百人的演講前面 網站被打了 有 有 有沒有看過這麼 這麼嗆的錯誤訊息 這樣子 哦 剛剛不是已經先做過空白了 沒關係我們還有半小時 你可以慢慢打 我决定拍个照上传打卡一下 什么 那所以说呢 所以说什么 可是我可以调错账号密码 可是在into.out.file这个地方 into.out.file会有一个代理号去显示你的 去列出你要写到哪个路径 就不能这样子去做了 那不能写档要怎么办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跳出一下思考光光 我们有账号密码 其实我们可以去登录后台 那其实后台的话 它可以发布一些新闻的讯息 那发布新闻讯息 理论上应该会存在XSS 那XSS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是只是跳个框框 或是偷cookie而已 就是很多人看到XSS 或是去检测XSS的方法 就是让它跳一个框框 就是说这个网站有XSS 其实如果你比较熟悉的话 你可以用XSS去修改 去修改对方的首页 那我们来demo一下 例如说我刚才看到账号密码是A的名跟ORANGE的名字 自己讲出来有点怪 我们登录看看 OK 大家看到那个title的部分 就是它有一个新闻的list 那其实你可以去新增一个新闻 那新增新闻那个title的部分 就会到这个地方 那如果管理员没有进行过滤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title 去插入一些JavaScript 或是HTML的字员呢 所以我刚刚忘记把密码改掉 多给你一条路走 所以你可以透过去 去截持Windows 就是当你的一个Windows在Load的时候 你可以去截持这个方法 然后在那个方法去 配上你制定的函数 例如说我现在写一个 就是Document.wide 所以说当这个页面被读取的时候 就会先执行Document.wide 这个东西 我应该没有打错字吧 你要不要放大一点 我看不进 感觉应该是没有打错 所以我这个东西 如果复制一下 送出去的话 可以达到利用XSS 去改首页的这个目的了 好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所以说可以达到改首页的目的 那你除了账号密码忘记改 你还有XSS的漏洞 所以刚刚前面都是这个 牛刀小事一下 本来不想 本来不想要用这一招的 只好认真修复一下 因为刚刚说 很多人啊 在修SQL Injection的时候 多半天会想说 hacker会用什么样的资源 一些单引号啊 控格啊 双引号之类的 那 那其实这些做法都不是最好的 那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 其实老生常谈对不对 字很多 其实大家只要看红字就好了 请你使用prepared statement 那prepared statement是什么 它就是说它的值呢 它不会因为使用者的输入不同 而改变了资料库的语句 那它就会是一个值去办一个值 所以不会说 因为我们输了单引号 输了双引号 输了什么东西 就让SQL的语法出错 那当然这个 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说在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程式 网站都是这个历史悠久 那你要稍微变动一下就很困难 更何况说 你要把资料库的使用 改成用prepared statement 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有些人说它变动一下 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 其实有 那我们想说 其实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说 每一个网站里面的input 跟output的值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属性 怎样的形态 举例来说 像有些东西 像刚刚的那个网页上 是不是它那个ID是一个数字 那数字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直接用 数字的转型 把它转成 数字就可以用了 intval 这样的话呢 就算说 它输了一些符号 它也会失去效果 那再来的话 当然是 你也可以用一些 像官方都会教嘛 对不对 MySQL RealEscapeStream 这东西的话基本上很好用 但是要注意一点 它如果是在 你的这个encoding 它是 它是这种CJK的 就是有DoubleByte encoding的话 那不能够使用 因为呢它会有一些 绕过的问题 那这个大家可以参与 去年ORANGE的演讲 所以必须要使用 然后呢再搭配这个方式 才比较有效果 再来的话就是说 要请使用StoreProcedure 像很多情况下 你的一些输入呢 它是动态的 动态的话 你越自由越动 那基本上 你的漏洞也越 也会越多嘛 所以基本上 你最好是可以把它都写好 需要用到 需要用到的时候 再呼叫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一样嘛 老生常谈 出入讯息 只有管理者可以看 然后呢 資料库跟网站的权限要做好 那 当然一起讲嘛 XSS也要修 对不对 那基本上 也是一个大重点 任何的输入 任何的输出的值 都不可被信任 什么是输入跟输出 输入就是说 使用者输入完毕之后 到网站里面的资料 输出呢 就是说 网站从资料库中取出来 或是从使用者的输入中 取出来的一些值 都不可信任 那有些人会说 那有些人会说 我的输出 基本上是从资料库出来的 为什么要 为什么会有问题 因为呢 你无法确定说 到底你的网站 有没有被入侵过 或是有没有其他途径 去感染你的资料库 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 它的任何输出 还是有可能是 含有恶意的内容 那可能就含有后门啊 可能就含有一些 其他东西 所以要注意一下 基本上做资讯啦 做资安喔 都会有一种强迫症 就是被害妄想症 你会觉得说 我使用者的不能相信 网站又不能相信 那我能相信谁 那可以相信我们公司啦 可以相信我啦 好 那还有就是说 请尽量使用白名单过滤 而不是黑名单 那白名单的话就是说 我只要你输入什么值而已 那黑名单的话就是说 我要把你输入了什么值 过滤掉 这两个不同的思维喔 因为呢 骇客的想法 骇客的思维 骇客的手法 太多了 多到说 你今天挡一个 他可能还有一千种 那你是不是要挡一千种 举例来说 像某些厂牌的WARF 就是网站的防火墙喔 他们都号称说 我有阻挡Sequel Injection的功能 号称说啦 那基本上有些的确是有 但是呢 就好像一些 很 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得例子喔 像刚刚之前前面 前面是不是有说 就是网站 他可能会有一些值 例如说 ID等于 -1 -1 -1 简介 这样子 像这样的一个值呢 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判断 它的Pattern 怎么样是一个Sequel Injection 那很多人很天才喔 很多WARF他们会说 1等于1 这是个Pattern 你今天如果是有看到这个值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网站的Connection 就Reset 代表说他真的到这是有问题的 那駭客怎么想 駭客说 今天是1等于1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是2等于2 嘿 就过了这样子 就没效了 那这个就是很多 防御者的心态跟攻击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就在教大家如何做攻击喔 然后再来去用攻击的相法去做防御 那我们来修一下好不好 这次要修的地方比较多一点喔 我听到快睡着了 可以快一点吗 时间不多耶 所以这个当駭客 打字要够快这样子 而且不能够拼错字 例如说是3个W不是2个W 好然后修了一个之后呢 基本上还有一个是输入值的嘛 对不对 那输入值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 这个还没有齁 你刚到底改了 改了什么东西啊 那你不是不会被入侵吗 我干嘛告诉你 我改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也有参与下注啦 那这个 到时候你们要记得分我一点这样子 首页嘛对不对 我知道嘛 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发现了 你要一边讲解一边打字 又不能够打错字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等一下如果看到他修补之后 网站是白的就可以开始笑了 就是他修补错了 好险不是白的 所以修好了吗 你可以再 你可以再试试看了 我可以再试试看吗 对 你可以再试试看了 诶 所以说我刚才打的那个 XSS的语句 现在已经被 escape escape掉了 所以他会显示原本的东西 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修了 成功防止我的网站 可是你以为 只有seql injetion这个弱点吗 没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弱点 因为通常在seql injetion 如果用prepare statement的话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通常骇客不会去硬碰硬 所以会找有没有其他的弱点 来进行攻击的动作 你还有地方没有修改到啊 你到底改了多少地方啊 哦 那个管理模组 你还是没有修改到啊 对对对 虽然说前台不会有XSS的攻击 可是后台 也有可能被XSS到 所以之前大陆有一个手法 叫做XSS盲打 那个盲打就是大陆用词 那个盲打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今天看到很多的网站 有一些客服的功能 那客服的功能是不会显示在前台的 所以说他就很GY 他在那个客服的地方插XSS的code 然后如果客服人员在后台去看到 那个XSS的code 然后执行到了 就可以把那个后台的网址 跟后台人员的那个帐号密码 跟网址全部被嗨客所知道了 所以说其实嗨客就很简单 看到每个地方都打XSS的code 所以说不管他是寄到信箱 或是寄到可能是客服人员的后台 或是管理员的后台 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搜集一些 比较看不到的一些后台资讯 跟Cookie帐号密码 诶 你修好了 对啊 好快喔 你再看一下管理 手速是要练一下 好屌喔 那 我新增文章的部分好像是被修掉了 我们看一下配置 诶 资料库帐号跟资料库密码 那这个密码不要看他是用那个星星来表示 其实看原始堂就可以看到了 我可以说不是吗 所以这边看起来是一些 一个网站的一些配置的一些参数 例如说我可能把这个网站标题 他这边有一个网站标题 有把它改一下 诶 网站标题就被改成Alan on NodeGG了 那可以想象的是 这些东西应该是存在某个地方 那某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是资料库 其实如果骇客看到这个状况 一开始他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是不会存在资料库的 怎么说呢 因为假如说我的资料库账号密码 存在资料库 那资料库要连线的时候 要用哪个账号密码 他要从资料库去捞出账号密码 可是他又要资料库账号密码进行连线 懂那个意思吗 所以说 可以合理的推断 这些东西应该是存在一个档案的 例如说config.php 那如果在写的时候没有写好 这些东西是 呃 在存在php的时候没有写好 是可以进行一些攻击的 例如说我们来 看一下我的demo 诶 刚才网上标题打了一些怪怪的字 就变成这样东西了 那其实我们再改成别的 那其实我们再改成别的 让泰克比较好操作 你到底打了什么东西 所以因为他的那个 所有的网站都会去include config.php这个 这个档案 所以说他现在整个网站 就变成我的后门了 不管在任何的php上面 只要下了CND等于什么什么 我就可以执行任意我的phpcode 例如说我让他echo出123 他网站就是echo出123 那我就可以下指令他 LAS 那我一样是去修改首页 好像修改到烂掉了 你很爱改我首页 因为这样比较有效果 不然给大家看程序 大家看得懂吗 好像有点呛 如果这个指令下下去之后 会变成 然后又被改掉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 叫做double code evaluation 怎么说呢 如果有一个网站变数 他可能是存在资料库 那如果是资料库的帐号密码 他总不可能存在资料库 不然他连资料库的时候 要怎么去连线呢 所以说有些网站的设定 就会把它去存到一个档案去 那那个档案通常都是PHP 因为他要很方便的把它include进来 那所以像这个状况 他有一个网站标题 资料库帐号密码 那如果在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资料库使用者这个部分 资料库帐号是root 那网站在写的时候 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写 就是说用双引号 把这个root 放进去 那如果使用者要修改 要修改把它改成 php.com 那就把这个php.com 把它放到双引号里面去 那其实 php在解析双引号的时候 会有一些变数的解析 那解析变数的时候 不一定只有变数可以解析 它可以解析一些 function 例如说在第三个状况 用一个前号来包括 其实就可以执行 php.inf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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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的 php的function 所以说骇客可以很方便的 在这个地方插一个 一句话的 一句话的后门目 例如说EVL 从Post出现 出去的CMD 所以说把它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就可以去 我要做任何行为 我就可以直接去改首页了 好 这个是php double evaluation的一个攻击手法 那 c-code injection 修了 可是还是有动 换你啦 好 那刚刚在这个 训雷不及掩耳盗铃的 我把它修好了 那基本上呢 就像刚刚所说的 对不对 这个double code的这个问题 其实发生在很多 网站的这种 就是后台 尤其是说它这个 摄影档是走 檔案 而不是走资料库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说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的情况很多 就是说我们有的 我们有的时候 config 它是给资料库用的 它可能也是给 这个网页的呈现用的 像举例说 刚刚我们的那个title 会呈现在网站上 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说 把它做一个网站的 的encode 所以我们可以用 html entities 去把它做一个过滤 又或者说呢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给资料库用的话 那一样 这个跟资料库的injection 一样就可以把它做一个防御 那当然有一个更直观的做法是说 你可以去把一些符号 把它去掉 例如说 你假如说怕你的config檔 像以这为例 你假如怕你的config檔 因为呢 使用者的input在这边 而改到你整个 整个这个psb的原始码的话 那你要去把这边的一些 例如说把双引号 单引号 分号等等把它过滤掉 然后呢 基本上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你要使用single core 而不是double core 怎么说呢 因为呢在psb里面 大家都知道 psb里面的这个 双引号呢 它会去把变数解析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把它放一些变数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那我们如果说用单引号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了吗 好了吗 好 好 让我试试看好不好 好 诶 怎么变欧文群后GG 这应该改了有三次以上吧 我现在还发现 好 我来验证一下好不好 看起来是很完美的 看似完美 出包了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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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觉得我在牺牲色相而已 好 你可以 你可以再来试试看 好 換我试试看 那我一样要测试的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 要测试的方法很简单 要看你的那个变数 到底没有被evaluate 其实你就 打个 前套 然后大夸户里面放你的变数就好了 那变数的话 其实 我可以先用print来试试看 我用print12345 如果它的漏洞还在的话 12345应该是会被显示在网页上面 诶 没有被显示在网页上 那代表说它这个地方真的有防御到 吓死我 吓死你了 那 没关系啊 亥克就是找洞磚嘛 就是 呃 其实 自然有一个木桶理论 就是说 就是 呃 出事的地方一定是你防备最弱的地方 所以说你再加再多防火墙 加再多的WARF 加再多的IDS 那只要有一个 最弱的地方出包 那你那些 那些防火墙什么 还是都没有用 把你最强的招出来吧 好 可以看到那个首页 这边有个登录的功能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网址 通常在蛮多一些 比较大的那个framework 或是一些CNS 都会 就是他为了要把程式给模组的话 他都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写 然后把你那个模组 用get的方式把它传进去 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好的话 可以是 可以引发一些问题存在 例如说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随便乱打 他可能出错 因为他没有这个 随便乱打这个模组存在 那我们在那个login前面 他有login这个模组 那我们在这个前面加个点斜 诶 诶 重新整理之后他是work的 所以代表说他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那我们再加个点php 他又出错 所以代表说他没有这个模组 没有点斜login.php这个模组 那我们再把它用个p00来表示 诶 又可以了 那这要怎么解释呢 我解释给你看 很多人为了把程式模组化 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写 那个底线mod这个东西是可控的 所以说这个mod 可以去include任何的php档案 例如说 我可以include一个login logout admin 或是add 那所以我可以把我要的 我可以把我要的所有功能 就变成模组 然后很方便的 从另外一个地方include进来 那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例如说 看程式嘛 点斜 在modules 那个 modules 当前目录下 login.php 所以第一个东西是符合的 那我可以用p00 这个percent00 因为php 在旧的版本 是可以被percent00截断 因为php是用c写的嘛 那大家也知道 在c里面 是一个nobite 是一个字串的结尾 所以说 其实我可以不用管任何的.php 我可以去include任何的档案 例如说 我要去看对方的密码档 那就是点点斜 点点斜 ETC password 然后最后把那个 percent00 把那个.php给截断掉 我们可以看一下 类似这样子的手法 那利用这样的手法 可以看到对方 电脑上面的任意档案 任意档案 那可是 只是读档 不是我要的结果 因为我要可以 改他的首页 我不只要读档 那么简单 这样子 所以说 可以看到 他一开始是一个include 那include的后面 include的中间 是我们可控的 那所以说 只要碰到include的 然后 你只要再加上一个 骇客可控的档案 那你的网站 基本上就GG了 那骇客可控的档案怎么来 第一个 你可以上传图片 那第二个 你可以用一些 slog 例如说网站的记录 然后你把你要的东西 把它想办法 把它放到记录档 那你再去include 这个记录档 那还有一个东西 upload 你在写upload的时候 通常你upload一个档案 那个档案 会被放在你的暂存区 那如果你可以知道这个暂存区的位置 暂存区的位置跟档 你也可以去做到 呃 那个 GG的那个行为 不是GG的行为 就是改对方守夜的行为 那我这边要讲的是一个 那个 PHP的一个 就是一个档案特性 在斜线Process Self-Environ 里面 那这个东西在Linux 或是Unix 主机上其实是存你 这个Process的一些 环境变数 那环境变数 那环境变数 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那你可能会看到 上面有一些 你的User Agent啊 这个档案存了 你一些 存了你一些User Agent 或是一些Referrer 或是一些PHP的 环境变数 那所以说代表这个档案 你是可控的 因为上面有User Agent嘛 那User Agent 其实是一个可控的一个 变数 那其实我只要把我的 User Agent User Agent 改成一个PHP的Core 那我再用 刚刚的那个LawCode File Inclusion 去include的这个档案 其实就可以达到 执行任意 PHP指令的效果 那我们来Demo一下 我们先看那个PASSWORD 那其实基本上可以列出 基本上可以列出 它的那个 这台主机上的帐号 那可以列出 这个档案不是我们想要的目的 我们现在要去执行PHP指令 去改它的首页 那我们来Demo一下 好那我这边用了一个那个 Firefox内建的工具叫做Default User Agent 它这个东西可以去改你自己的User Agent 会比较方便 这样子 那其实我已经写好了 我把其中的一个User Agent 改成PHP Info 那PHP Info 理论上是会被 存到环境变数 然后就是Self 那个Inviton 这个档案里面去 所以说这个东西 会被include进来 执行我的PHP Info 那我再重新整理看看 所以当我重新整理之后 它就会执行我的PHP Info 所以说现在我可以执行 任意的PHP的程式码 只是那个程式码 是放在User Agent的 那其实我也写好了 我把 PHP 那个User Agent 改成 改成 改成CMD 接下来我就可以去 在Post 进行任何的操作 去对这台电脑下指令 它好像是乱嘛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123 在这个地方有显示 只是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现在echo的nodgg到它的index.php里面 那我执行之后呢 它的首页就被改成nodgg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的首页被改成什么样子 蛤 怎么会这样子 nodgg吗 代表 算了 好 那我要防御了吗 没错 好 时间有限 我们直接讲 讲一下要什么防御 基本上 local file inclusion 那都是因为 独档 独档的话 不应该是把 档案的路径 跟档名直接写出来 最好是使用index 使用hash 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你也要做一些检查 然后 那我们就赶快来 赶快来那个一下 因为我们后面 还有一招 瞬间网路变慢了 让我觉得不太安心 我把网路弄挂了 这样你就不能修补了吧 对吧 这样我们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那基本上改的方法 其实可以很简单 那我 那我这边采用的方法是说 我们直接去指定说 这个网站有哪些module 然后呢 这边都是等于是白名单 如果说都 都不对的话 就会找到黑名单区的 这个错误讯息 举例来说 像可能 我这边乱改 乱改一点东西 然后他就 应该会 应该会出错这样子 简会在这种时候出包 对啊 这样是出错啦 没错 因为我刚才已经看过这个网站 大致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那样是出错没错 只是你错误讯息 可能没有写出来这样子 好 没关系 让我们再试一次 好 因为时间有限 戴得改好没啊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最后大绝招了 好不好 我就当作你改好了 你就直接try最後一招了 我跟你讲 所以基本上 呃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 就在讲一个最好玩的东西 叫PHP CGI Document Injection 呃 现在如果看到网站 我可能会心去揣 那个 一个档案后面加三个字 问号-s 那如果你的网站是用PHP CGI 来跑 然后PHP版本又过就 好像在5.3.10之下 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后面那个参数 会被代换成 这个东西会变成PHP的参数 被 被跑进PHP裡面 那-s 其实在PHP的那个指令 里面就是SignText的意思 就是把你当全PHP的那个SignText 就是语法给显示出来 所以说你-s下去之后 会变成这个样子 会把对方的那个SourceCode 给显露出来 所以说PHP这个东西 除了-s之外 你可以加个-d 那-d 那-d 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去指定一些 你可能在PHP.ini 里面的一些设定 那我可以去把 L-U-I-L-include 把它打开 那接下来我就include 任何档案 那include任何档案 其实我不想加一个HTTP Server就让它include进来 那有一个东西 在PHP裡面 有个叫PHP Input 它其实代表就是你 POST的资讯 那我include一个档案 然后那个档案 是PHP Input 然后只要include这个档案 然后我在POST裡面 塞我要的PHP Code 其实就可以执行任意的指令 那我们来打打看 可以看到加个问号 可以看到它的POST Code 诶 因为它刚刚改变的 就是把它模组化 所以我加个P AUTO PEN PEN 不大了 接下来 理论上是得宜 执行PHP Input 可是既然没有 到底哪里出错了 沒關係 我们总招小铁说 还有一点缓充时间 对可以执行PHP Input 那一样是 echo 区区到index.php裡面 那这样手页一样是被改掉的 整个手法在一分钟内解决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说这个东西除了 就可以去执行任意的PHP檔案 那也可以改手页 那这个是PHP CGI的一个漏洞 那建议是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的PHP版本没有升级 对 那其实呢 这个东西非常好玩 像这个 因为还有点时间 像我们之前在 刚发现这个漏洞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Facebook 因为它这边 大家都知道Facebook 很多东西是用 PHP写的 那我们在那时候就有 就有试过 在后面直接解S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它就会导到一个真材的网站 一开始它是直接导一个原始码 就好像是它可以被入侵这样子 后来它就导到一个真材 就是说 你很会打嘛 那要不要来这边上班 这样子 至于要怎么修呢 其实就 真的是只能更新 那因为这个版本太久的话 基本上 还会有其他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真的真的不能更新的话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例如说你可以用 HTSS的那个 rewrite module 去把一些 例如说减号啊 这些东西 把它过滤掉 那它就不能够 因为PHCGI的一些参数 去下一些攻击喔 所以你修改 所以你修改好了没 蛤? 你修改好了没 你可以当做我修改好了吗 因为我没办法更新啊 所以你要认输了吗 唉 你第一个就是现场修补嘛 不然就是认输 那我现在跑一下APDGate update 去把它更新一下 你看我三分钟可以更新 好 基本上 就是算我输了好不好 偷香输一半 基本上 这就是一场大 大大大战 对不对 那这个大战其实 基本上来说啦 其实刚刚欧伦局展示的一些手法 是你们平常看不到的 像刚刚 Dogofile Inclusion加上 写后面的方法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 回去找一下 基本上是非常好玩的 那根据刚刚的一些手法 你们大家会有点感觉 就是说 駭客的思维喔 他的脑袋结构 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 是不是是不是 像呢 駭客的想法是说 他可以用各种方法 各种他可以利用的工具 各种他可以利用的漏洞 去兜成一个 可以攻击的方法 那基本上跟我们这种防御者来说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到底该怎么去防御 而且呢要注意一下 千万千万不要惹到駭客喔 嘿嘿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喔 今天这个第一场 大家就轻松一点 对不对 给大家看一下表演 牺牲摄像这样子 真的都蛮摄像的 第一次在现场 20分钟的demo 平常大家都说 never live demo 然后结果第一次 就是20分钟demo 很容易粗暴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的 或者是讲的不够清楚 想要replay一下的 还是其实都看不懂啊 看不懂可以再改一次首页 改给大家看 看爽这样子 好 再等五秒钟喔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五 四 三 二 真的都没有人 真的都没有人拘手 唉 不过 再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基本上 身为一个 骇客 网站一直被打 你是骇客吗 唉 这个 我有办个骇客年会 哦 好 继续 身为一个骇客 网站一直被打 然后真的是不太过瘾 所以手会有点痒 所以这边 这个跟总召小铁 征求一下同意 我可以play一下官方网站吗 试试看嘛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网站的样子是怎样 这个首页跟大家看的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会是现在修了吧 诶 昨天晚上还还还可以用的 不是这样吧 要不要看一下你下什么指令啊 是81POR没错吧 好啦 谢谢各位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PVPConf的官网 我们在一分钟之内会把它换 它会把它换下来 感谢各位 那非常谢谢 Alan Ong跟Orange 带来非常精彩的攻防大战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我们在我们会议室的左右两侧呢 都被有插水 那下一场开始呢 我们的Conference 会有分两轨进行 除了在我们这一场国际会议厅之外 我们在隔壁 也就是大家左手方的地方的第二会议室 也有我们另外一场演讲的Channel 那请大家在十分钟之后 准时回来 谢谢